哈喽大家好我是尹薛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次时装的 传送之证记忆空间增加任务 以及旅行者十倍的使用方法 那下面有进度条大家可以自行取用 记忆空间增加任务解完呢 可以让你的传证多三个可以记的空间 因为我们的传送之证呢 它是一个储存点加上三个斜线眉毛的点 那解完这个任务就可以再多存三个 就是一加三加三总共七个这样子 那要解这个任务的话 你必须是服饰系列的四转职业 也就是书记主教跟圣财者 但你的传送之证要有点到四 并且你的记忆空间要满 就是你的传证要有四个点就对了 那在影片里呢 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是讲一到七的传点 第一个就是储存点 可以用memo的就是二到七这样子 好那我们出发前呢 因为我们的流程需要到尼弗菲母蜜血 所以如果没有去过 要记得先去伊甸园左边沙发这里 找老学者讲话 才能接任务进去哦 那我们OK了就可以出发解任务 首先到普隆德拉大教堂的外面这边 找传教士罗杰塔 第一个选项选择参加 然后再跟他对话一次 他会请你去帮正在传教的弟兄 然后会问你要先去问巴拉还是先去安因布罗克 先选问巴拉就是先去打死伊 先选刚都就是先打矿山 你要先选哪一个都可以 反正都是要去的 好那我们这边就先选安因布罗克 选择之后他这边对话有提醒你哦 他已经帮你开了一个传送的空间 提醒你待会过去之后要写些memo存点 然后就会帮我们传送过去 那传到那边之后我们就听话了写些memo 因为待会我们还是要回来回任务的 存好之后我们就跟旁边的苏安对话接任务 他会请你帮他去安因贝赫矿山三楼 找三个孩子 然后打那边的魔物一百只 去矿山最快的方式就是 世界地图一栋卷飞矿山二楼 不然就是请别人帮忙传到矿山外面 那如果你要自己走过去的话呢 就是这边往右边走 然后往上面走 搭火车过去之后 从上面的红点里面进去 到三楼之后呢我们就边找小孩 边杀这边的一百只魔物 小孩的位置是图上这样子 那地图上都会有标示 就不用太担心 走到黄点的位置会看到任务泡泡 靠近之后NPC就会跑出来 选项两个都可以 他只是对话内容不一样 结果是一样的 找完打完之后回到爱因布罗克找苏安对话 然后就可以回去普隆德拉找传教士罗杰塔 就会请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那这一次他不会帮我们传 但是他会问你说要不要帮你寄传点 那这个传点他是帮你把第二格覆盖掉 好那我们就直接开传证 传到问巴拉 一样跟旁边的泰特对话接任务 这一次是帮他去尼弗菲姆蜜薛一楼 找三个信徒 然后一样是打那边的一百只怪 那我们就去尼弗菲姆 去的方式目前应该是有五种 我直接列在画面上 大家可以自己决定怎么去 到尼弗菲姆之后呢 他的位置是在左边这里 屋顶上这边有一个微笑的图案这里 进去之后就可以开始打怪 找三个信徒 位置如图 找完打完之后回去问巴拉找泰特对话 最后就可以回去普隆德拉找传教室罗杰塔 到这边任务就完成了 这样子我们就有总共一加三加三总共七个传点可以用 那他就是单纯的帮你把传送之阵多开了三格 就是他的用法是完全一样就是一样斜线memo记点这样子 那这次还有新增一个旅行者石碑 目前有五张地图会有石碑 他长这个样子或这个样子 那他有可能会左右翻转 就是反正他就是长这样 你要使用他的话呢 必须是解过传送之阵 记忆空间增加任务的书机或圣材者 才能使用这个石碑 然后会需要蓝色魔力矿石或是圣水 至少需要十个以上 还有就是他只能覆盖已经有存点的栏位 我们先直接去使用一次好了 我们先到我们要记录的石碑点 记点了这个动作 他把它称为是建筑 就是建造旅行者石碑 每一次建筑都会消耗一个蓝矿或圣水 每一次都是随机给帕数 大概是7到12%左右 在这个建筑过程中 如果你取消你就要从零开始 所以如果你是比较体弱的朋友 最好是带一下保镖 到了100%之后呢 他就会先显示你目前有的记忆点 让你选要盖哪个 这边这个是储存点 所以是第一个 那我们就要从第二个开始看 2 3 4 5 6 7 这样子 那这边是显示7个 那这边是显示6个 就是从2到7 插播一下 2到7都是可以盖的 他都已经显示5 6 7的官网上面 怎么还会写只能替换1到4呢 所以我真的不太理解官方这边到底在写什么东东 然后选择你要覆盖掉的点 就是你盖掉他就不见了 选好之后他就会盖掉了 那如果我们要盖克摩导就是选2 因为他是在第二个 这样就OK啦 然后要注意的是他只能覆盖有存点的栏位 所以你在刚结完记忆空间增加任务的时候 你身上应该最多是只有5个传点的 因为他就是任务过程会叫你再存一个传点嘛 所以他就是最多是5个 就是1到5 那如果你有选到了是没有存点的格子 比如说你刚结完增加空间任务 6 7个没有可是你选了7 或者是直接取消对话 他就会归零你就要重新建筑 所以出发之前会建议大家先去一些无关紧要的地图 把点存慢 因为你心存的图会从上面开始往下挤 下面的会被挤掉 有在用存子应该都懂我的意思 因为你石碑只能用盖的 所以你这样子才不会说去盖掉你平常就有在用的点 你在眉毛的时候这些点也会比较慢被挤掉 不然如果被洗掉的话 你就还要再重新从零开始建造 就是蛮麻烦的啦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继续去那5个点走一次 龙三的点在正中央的右下角这里 奥丁的点在要去古代奥丁的入口的右上角这里 古城地下水道四楼的点是在下面的船点左上角 中塔地上四楼的点也是在左下角这个船点出来的右边这里 中塔地下四楼的点也是在左下角这个区域 它需要绕一下 那介绍就是以上这些啦 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新发现都可以在留言询问或分享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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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 17 19 20 21 22 23 225 -才7%诶 8%啦 -8喔? -嗯 -17到25 -18喔? -17 18 19 20 21 22 23 22 5 8 -1 2 3 4 -8啊 没错啦 是8啦 -20到5不是5吗? -17到20有3啊 -喔? -對啊 -對啊 -我寫了一個數學 -數學是沒有很好 -啊 -啊